各位觀眾 大家午安 好 第二位是顧得頭顧的 王舅雯副總 副總好 平均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培訓上的掌握 我們先來請教舅雯副總 好的 其實昨天余老人提醒各位 先談再說 可是很多觀眾會講說 先談再說到底談什麼 那剛才平均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金融嘛 還有塑化 金融跟台塑集團的個股 好 來 那現階段就很重要 很關鍵 因為你發覺說禮拜五怎麼樣 禮拜五大漲 昨天大跌 今天又大漲 你有沒有發覺很難做 很難抓 那很難做 很難抓的同時 你有沒有辦法把策略你定好 規劃好 我覺得這就是功利了 因為畢竟來說最近的確什麼 的確是不好做 來 金融領軍先談再說 所以這個金融領軍先談再說 昨天余老都跟各位講過了 甚至金融類股 你把那個類股指數打出來 它還強於大盤 強於什麼 強於所謂電子 那你現在要做的是說 我先前如果做得不好都輸掉 沒關係 你要想說那我後面要怎麼看 你要把你的節奏找回來 這五個字你要把它記起來 你的操作節奏在哪裡 不能亂 現在就是不能亂 把你的操作節奏找回來 去掌握操作的先後順序 那這才是重點 因為你可能買了股票 如果你現在要進場做加碼 可是它不動就是不動 那你還是壓力很大 那同樣的如果你買了股票 短線上就像余老昨天提醒各位 金融會動 那你會發覺說好像什麼 好像就越來越有信心 有信心你就知道怎麼做 大漲大跌做錯會很痛 真的會很痛 那其實不動也很痛 如果你每天就看著大漲大跌 大漲的時候覺得怎麼辦沒有買到 大跌的時候又不敢買 我告訴各位 套牢的股票那麼多 你真的不動你也很痛 做錯很痛 做錯方向很痛 套牢也很痛 股票賣在低檔當然很痛 現在的操作就是要多用點心 你不多用點心 真的不行 我們還是提醒各位真的不行 給各位印證 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昨天的一個傳真稿 同樣其實昨天的一個下午 余老的分析內容也大致上 就是這個講法 這個分析的內容 週二先談再說 昨天大跌115點 來往下看 你有沒有發覺 很主要的內容就在這邊 因為昨天大家會怕 余老告訴各位不要怕 有機會你要好好把握 主要格局是先談再說的格局 量能持平略縮 所以指數卻以中黑作收 明顯什麼 明顯有跌勢虛實不定的一個什麼 一個疑慮 我們如果就此而悲觀就不理性了 其實操作股票最重要就是理性 最重要的經驗 最重要是實戰 不論明天行情是否有再次測試 下檔買盤虛實的情勢出現 面對今天的壓迫就昨天的壓迫要正面偏多 正面偏多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到你要掌握住肋骨的輪動 你要掌握住說你的機會在哪裡 你要掌握住說我現階段如果還要再投入資金 我不能放錯地方 我不能放錯地方 這你要記清楚 放錯地方你會很辛苦 來 那你有沒有發覺這是今天盤中印出來 金融的漲幅明顯大於大盤 大盤的漲幅又大於墊子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整個結構 然後整個輪動的節奏 你要先把它抓出來 當你抓出來之後 你就會一點一滴 一步一步來 慢慢的從這樣的行情裡面 大漲大跌很難做啦 我憑良心講 甚至有人開玩笑說 這是外資真準 外資只要做多隔天 下一個價錢就大跌 外資只要偏空 下一個價錢就大漲 人家是這樣說 在指數市場 當然指數市場你還是要問什麼 問漁老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做 把關鍵時間交給漁老 我知道大家現階段一定 心沒有辦法平靜下來 說真的這也很痛苦 如果真的需要人家幫你分攤的時候 我想我們是個用心的團隊 把關鍵時間交給漁老 好 盤山觀察 我們接下來請教漁世青副總 好 昨天已經跟各位講過 在這個宏達店還沒有來到250塊 之前天天都會給你做最終 你若不理 我便不棄 這個長期最終下去 我實在最近 張 昨天 特別是昨天 你看昨天跌停 其實我是固定每個禮拜四會去上那個夢想街 我跟他講一個禮拜一次就好 太多我也沒時間了 可是上個禮拜四好像有去英勇的講一下宏達店 可是禮拜一要跌停 第一次我真的覺得很故意不去 所以昨天我借了通告 去上夢想街 這上夢想街還有上這個節目 我都覺得想一想 這個宏達店 好像我開的一樣 宏達店好像我開的一樣 所以宏達店落下來 不管你買五百 買六百 買三百 買二百 都不管了 落下來都算我的笑 等一下都是我的不對 好啦 我不對沒關係 不對就不對 要不然怎麼辦 講真的已經也盡力了 坦白講 我原本就不看好電子股了 所以去年11月 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基東股 去年11月 我為什麼叫 不是去年 6月 我就開始做多基東股 去年11月又大力做多基東股 為什麼 不看好電子股 我說就不看好 電子股裡面剛才給我兩支看好 兩支而已 一個台積電 我說一個多頭拉回 第二就是這個HTC 其他的電子股我還不敢碰 是否有夠準 不然在做到電子股一做 做到一支 兩支去拚一支 拚到一支 學校的幾尿學校 我受到 沒了沒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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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落到第二半 收一萬兩千塊 其實坦白講 我這不是推脫責任 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我說這個 我大部分的資金都放在基東股 我大部分的資金都放在金融股 只說金融股會有會員不愛 不愛有時候要找電子股 那店裡面硬抽出一張電子股 想說這一定惹青 觀察得夠久了應該OK了 OK了 真的OK 結果OK 倒閉是去KO 真的厲害 雪紅姐姐 真的厲害 好 既買支則安支 一個跌艇 他要跌艇 就有跌艇 那你真的會擔心的 我跟各位講一定要停損 那不停損的 不願離場的 那留下來一起打兵 我不會放你一個人在那個地方 餘心不忍 好 這是昨天的一個跌艇 好 在跌艇 我盤後解盤的節目告訴你 明天開一定往下開 一定往下開 如果開到跌艇 那不用說 他不會有低點 就是只有一句話就是往上拉 所以一定是紅線 一定是紅線 怕就是怕他開得不夠低 那開得不夠低 他就開出來之後 O就是Open 就是開盤 開盤之後一定會往下打 往下打 那往下打這個叫做失望性的賣壓 或者恐慌性的賣壓都好 或者一個籌碼的鬆弄都好 一定會往下打 出一個低點之後再往上拉 這往上拉如果拉到開盤點 附近 它就形成了一個 這種線型 黑線 但是它會有下影線 對不對 如果拉到這裡 如果拉到這裡的話 那變成 它會變成一根紅線 然後帶下影線 對不對 那這兩組線都可以構成 初步的一個止疊訊號 這個當然不夠明顯 但是這個可以用隔天來補線 隔天來補一根線 就可以來確認說 這個地方出現止疊 那如果是這一種線的話 你紅線不能太虛 那紅線你一定要有一個 強而有力的一個搭配 什麼 就是量 如果有量的話 我們也可以稱這個點 叫做初步的一個止疊點 所以我昨天是這樣子 跟各位分析的 所以我昨天很不願意講 可是不能不講 這是一個良心的問題 就是禮拜二開低 它是技術面的一個時間 一旦開低 這個地方就是機會了 我沒有很準 那是拜金之將 那是難攻嚴勇 不過事實上真的就是 開出來之後往下打 開出來之後往下打 然後往上拉 那麼今天一定是一個紅線 因為開盤開183 收盤收188.5 直接看K線就好 是一根紅線 這根紅線坦白講 夠力 夠力 這個量是夠了 所以這一根線 我們要稱之為一個抵抗 不過各位投資朋友 它唯一的缺點 唯一的缺點是什麼 它的隱線不夠長 隱線不夠長 隱線不夠長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往下打的過程 沒有造成恐慌性的邁壓出容 如果有恐慌性的邁壓出容的話 這個隱線會相當相當的長 那麼隱線夠長的話 那麼我們今天就可以 直接把它定義 今天是一個止疊 但是不行 五根講他還是有缺失 雖然今天說的還可以 但是還有缺失 還有缺失就不能 你不能要求他明天 馬上扶藥直上 不行 不行 如果今天隱線夠長的話 明天只敢一開高 這個明天又上去了 就上去了 但是問題在隱線不夠長 所以有可能他還會在這個地方 稍微震盪一下 或者明天再來補一根 更強烈的一個現行來做一個補充 所以這個都是要明天 明天才有辦法 都要明天才有辦法 為什麼要跟你強調明天 因為明天非常非常的重要 明天非常重要 我想我們昨天跟各位談過 今天是一個先談再說的格局 那我不會隨便跟你亂講 我今天講的話 我今天敢在節目上 一再跟你重複的講 代表我一定講過 而且我一定有證據 剛剛建文給你看的盤頭嘎 如果要解盤 都是解過去的 那簡單的 解盤 如果要解過去的盤 那太簡單了 那深淺戰略不跟你解過去的盤 深淺戰略每天在這裡解盤 都是解未來 我們就是因為解未來 所以才會出錯 我如果今天講過去的話 我完全不會錯 可是你要想清楚 我如果真的今天來這裡 我跟建文兩個跟你解過去 對你有沒有幫助 對你有沒有幫助 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個叫做馬火炮的分析 那我們今天就 今天就現在這個點 我們所有的分析 從頭到尾 都是跟你在預測未來 都是跟你在預測未來 對不對 這你不可以否認吧 就是因為我們跟你做預測未來 而且坦白講收盤之後 馬上來跟你做預測未來的一個走勢 這坦白講 這有一點難度非常高 所以我們的預測 一定會有失準的地方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這個我不跟你保證說 我永遠不會錯 不可能 一定會有錯 一定會有錯 但是我們今天還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正確的時候 比錯誤的時候 時機來得多了 我們還是準得多 這個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那我們來做 也應該是表演特技 但特技總是會有一些錯誤 這些錯誤我們既然修正 但是磐式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 明天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先談再說的格局 我怕今天又談太多 談太多 空單又跑掉 那就麻煩了 那就麻煩了 那到底有沒有談太多 還是剛剛好農牽合度 那如果剛剛好的話 是不是明天開始進入了一個 轉折時間 那轉折時間有多長 那麼等一下我們都是 這個都是我們的重點 等一下我們要好好談這個東西 好不好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願意廣告回來繼續幫大家分析 來Toyota 除了想高額度零利率 還送50寸Rash Vizio Toyota送你超大行李 活動直到本月底 錯過不再 回唱還可再抽千萬大獎喔 開車不喝酒 何安安情我 何安 想急速急退頭痛嗎 快服用散力痛止痛定 Hampyraxidomo 有效止痛 Evinsamide 阻斷疼痛 Cafe 急退頭痛 精醫學證明 散力痛能有效對抗頭痛 你的頭痛專家 散力痛 搶救生命 即刻救援 新光保全事業群 AED租賃服務 新光保全 關心您 請囉 好 你不要吃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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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C ZOE實境相簿 動感相片功能 Video Highlights 自動將ZOE實境相簿與影片 點擊成30秒短片 新HTC ONE 精彩無限 由你創造 新HTC ONE 獨家尊榮規格旗艦機 亞太電信獨家銷售 I'm walking around I'm walking around I'm feeling full of magic white cause it's time Let's eat your hand Go Yeah 你怎麼會說英國 哈囉 馬金妮 嗨 馬金妮 I'm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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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位美語 分享學習 分享愛 Yes 大企業面談會 7月27 理工科技業 歡迎線上預約 找大企業工作 快上Yes123 求知網 好 歡迎回來生前戰略 盆上還有哪些重點 我們現在請教建文副總 好的 其實余老一直跟團隊的成員講 那生前團隊有生前團隊的原則 生前團隊有生前團隊的堅持 那當然很多觀眾朋友看 生前團隊的節目 跟別人的節目是不一樣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可以學習到對未來的研判 也許這一次真的做得不是那麼的精準 不是那麼漂亮 那總是什麼 總是一個團隊 他如何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展現出他的誠意很重要 千萬不要做錯解錯 人家就沒去 你知道嗎 人家就爆炸了 那說真的余老還一直講說 不行 反正現在大家就是要看我來講 看我來講宏達電 那反正市場 做宏達電全部都沒有聲音 都不敢講 那我更要來 因為觀眾朋友手中宏達電的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那如果說你們這些 手中有宏達電的觀眾朋友投資人 一下子變成市場的孤兒 於心何忍 所以余老是講說 好吧 那總不能說叫 宏達電的公司派出來講什麼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一個能力 我們的一個分析我們的看法 對這檔股票做一個解讀 我想這有時候也是什麼 也是希望說 所有投資人能夠感受到說 市場是有溫暖在 不是說做錯看錯人就沒去 人就休息了 然後突然覺得盤勢好像又 差不多 差不多 人又出來了 沒有講任何人 不要對他入座 來 一樣來看一下 看一下國際股市的一個走勢 當你看完這個之後你會嚇一跳 為什麼會嚇一跳 當你看完這個之後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金融先談再說 為什麼余老告訴各位 金融先談再說 這都不是憑空想像 不是憑空想像 來 給各位做印證 這是7月5號的時候跟各位追蹤 NASDA金融成分指數創新高 NASDA保險指數要過高了 S&P500金融指數也要過高了 那時候是不是市場在傳言 什麼受險 什麼採到債卷地的一堆有沒有 什麼美國的公債有沒有 一堆有沒有 可是那時候余老告訴各位說 那奇怪好像都台灣買走了 結果大家就很緊張 緊張反而是機會 市場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就是各位的機會有沒有 這是昨天你看了你一定會嚇到了 有沒有 這是7月8號 金融類股成分指數創新高 創新高 不管是NASDA也好 不管是Dao Jones也好 不管是S&P500也好 不管是廢辦也好 全部都還是一個強勢整理的形態 但是NASDA金融指數創新高 不是這樣而已啦 觀眾朋友 NASDA保險指數在昨天一樣創新高 那S&P500金融指數其實也快了 也快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樣的輪動過程當中 我們常講說你去比一比嘛 有沒有 這是余老告訴各位的嘛 我們還疊那麼多 可是同樣的 你去看人家這樣走 那當然誰會先動 好 節奏節奏 順序順序 如何去掌握節奏 如何去掌握順序 讓你的錢用在對的地方 是現在你要做的啦 憑良心講 你說先前的行情這麼亂 你說很難做 那現在行情慢慢的一個方向 要逐漸出來的同時 你要知道怎麼做嘛 對不對 你要知道怎麼做 那個就很重要啦 同樣跟各位再追蹤一下 我想這個數字慢慢出來 如果有營收很好 股價還沒有動的你要注意 如果營收不好 但是已經先跌了 你一樣要注意 因為這些都是各位的機會 因為各位手中也有這些股票 因為這些股票都是各位的血汗錢 怎麼賺回來 怎麼做 這才是重點 接下來我們當然把關鍵時間 交給余老 我想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找一個誠懇負責任的團隊 來幫你規劃 下一波的行情有你一份 好 邊編上關的方向 我們繼續來請教 余思慶副總 好 剛剛我們談宏達店 再跟各位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這個坦白講 這個股票一定要解 這不能不解 雖千萬人 無王儀 這大家都沒話說 沒話說 大家都在做古事 這不行 第一個 打到181.5 這不夠恐慌 所以它沒有行程足夠的一個下影線 這個還沒收盤我就硬了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做補強 你拉到這裡還不夠 除非你能拉到這裡 或者直接攻到漲坪 這個就夠強了 所以這個還不夠強 所以來 重點 還要再補一根紅線 我就明天還要再漲 不是今天漲 今天這樣子就算了 今天是沒有漲 今天還跌 所以今天原則上是 弱中待強的格局 但是還是不夠強 所以明天要補強 補強明天要紅線 而且這根紅線一定要夠力 一定要夠力 就是要有量 要有量的紅線 這樣子就過關了 拿那個紙碟回升 紙碟彈升 賣工回升 如果可以 來 只把它放大 如果yes的話 有yes的話 那就紙碟彈升 但是如果沒有 這個還要再盤 一定要用盤的 因為它力道不夠 它要用盤的盤出一個紙碟區域 它沒有辦法出一個紙碟點 它只能出一個紙碟區 我要聽到我 它還要盤一段時間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忍耐 當然要有這根線的話 一定要有行情的配合 如果大盤指數能夠翻上來 轉折上來的話 它也盤不了多久 它一定也有一根紅線 可以來補強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大盤有沒有機會來做轉折 好 這是昨天 昨天我故意貼了一張 這一張貼起來 你在看行情就很 原來行情就這麼簡單 就是在八千點上下做一個震盪 對不對 就在這個地方做震盪 好 很多人說什麼上元區 下元區 這一張我把它貼起來 你就知道接近七千 九百點 附近應該都是怎樣 低檔區嘛 不是 對嗎 如果這一張線 你把它撕開的話 要想你 這個是跌下來的時候反彈 若是反彈你要下了 所以這個盲點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還是把它貼起來的好 再貼一次 貼一次看起來好像真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下元區 這是一個上元區 有沒有 這是一個下元區 對不對 但是你把它打開的話 原來陷阱在這個地方 人家故意打下來 在6月27號 6月21號這一天 進了217億的一個成交量 有沒有 就在這個地方就是阻力進貨區 阻力進貨了 到這個地方為止 它還沒有打破過 所以很多人現在有會 多空會在這個地方出現盲點 就是在這裡它往下看 原則上如果以這張圖這樣子來看 往下看得很正常 但是如果說你了解裡面的內容的話 這個地方往下看得應該不多 反而他們會利用這個低檔區 來注意這個機會 做多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昨天講過 如果最近的一個指數 一定是多空各自表述 而且那麼辯論得相當嚴重 但事實上它就在8000點上下震盪 然後在震盪的過程裡面 量價排列組合對多頭有利 所以我們告訴今天是一個 先談再說的一個走勢 有沒有 這白紙黑字這跑不掉 但是我認為這個先談再說 你不要談漲太多 你漲太多這些空單會跑掉 會跑掉 所以一定要再壓抑這個漲勢 不要讓它漲太多 這個對多頭來講還更有用 為什麼 因為從明天7月10號開始 將有4到6個交易日要進入轉折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4到6日 為什麼不是4或者5或者6 為什麼一到4到6日你不用問我 你不用問我 你不用問我 反正就最麻煩6天裡面 最快就4天最麻煩6天 這樣好不好 那就是我要壓縮的空間 我怕他這次又來找什麼 我現在謹慎謹慎 更謹慎了 不然大家都要找我杜曉 不要碎得好 行情我當時在那邊分析不對 那張那個大樓100多點 有人會說先談再說 不要說什麼 我真的不要說由我自己說 那張大樓這樣有人會說 會當中有人會說先談再說 台灣找有幾個 我已經要併國寶了 又不能喝喝珍惜 又要每天拿美 氣死我 好 來啦 好啦 不過那個沒關係啦 罵一罵如果會長還是繼續長 你罵就不會長 開玩笑 來 哪一個重點 我剛剛已經貼完那一張給各位看了 因為這一張再拿出來 再借我一下 現在來 我現在不跟你討論這個了 我現在跟你討論要怎麼轉折的 好 貼好了 好 我現在跟你討論要怎麼轉折了 我賣賣 好 這彈就彈了啦 已經紅線了 這個還不趕快給我拍拍手 還要這樣子 好 來 那我們都已經知道這八千 可以把它畫一條線了 八千畫一條線 那這個地方就是下緣 那這個地方應該就是上緣 對不對 這個地方應該就是上緣 好 那我今天要做一個轉折 我是不是應該把上緣區把它突破過去 是不是 我一定要想辦法這個上緣區把它突破 而且這個突破一定要怎樣 要很明確 所以我現在面臨了這一個關 一 這一個關 跟二 你們說季線的這一條關 其實就卡在這個地方 都是在上緣區 所以我如果說有一天 我有一天 能夠當天來突破這兩個關的話 那這個轉折就出現了 所以未來的四到六天裡面 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能突破一跟二 當天一天來突破的話 這個轉折就會成立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一張撕起來了 這個就是怎樣 一個多頭的一個什麼進行的 那這一波的轉折一定非常非常大 那投資會一定好好期待這一天 那股票呢 你也不用挑什麼電子金融 像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 這個也是 通通好 通通好 因為電子已經跌升了 金融是準備揚帆代工 所以兩個都要注意好不好 好 大家感謝兩位來邊分析 也提醒觀賞朋友節目當中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票效 獨立判斷 水深民工方線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畢業了 NONO 還沒喔 你們的時尚 還沒有畢業 時尚畢業以來囉 濕滑落世奇元素 水鑽 閃閃者仁愛 美女媒體工學 手出曲線 更吸睛 WOW 惹火小辣椒 就是你了 今年車型 怎麼搭 都有型 恭喜你們 畢業囉 美女時尚畢業裡 暑假就等你 I love Kinko Elma 那你呢 濕滑蕭光蘭 愛線剛剛好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在台北 窗戶的品質 決定住宅的價值 ARTS ART 二分之一極細瘡狂 超廣角視野 專屬我的LIFE技場 ARTS ART 觀想水蜜窗 YKKAP 每日一例 備健 補充多種營養素 尤其是乳清酸DMAE和乳清酸鎂 實驗證明能修復肝臟受損機能細胞 降低膽固醇 三肝油脂 改善慢性疲勞 備健 0800 066 886 抢救生命 即刻救援 星光保全事業群 AED租賃服務 星光保全 關心您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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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喝清涼的飲料哦 好久沒有完睡了 跟著